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调查员瑞欣 今期节目要和大家调查的目标是远光灯 远光灯的发明原本是用于行车野外照明使用的 但是如今的城市道路上一般都是灯火通明以及路灯密布 所以一般都是不需要用到这种功能 但是有很多司机为了贪图自己的方便 动不动就暖开远光灯,被来车司机造成了泥汗 前两天西安一位低哥赵师傅 我们来看图片中这位碰上了一档子事 实在是让人觉得挺憋屈的 怎么回事呢 当天凌晨他在开车的过程中被对面过来车的远光灯闪了眼 一不小心就撞上了一个路灯杆 就是图片中对方索赔9660块钱将近1万块 大家不要以为这种案例很特殊 其实远光灯发滥在城市里面非常普遍的事情 如果留心统计一下,说不定这个数据是非常之惊人的 在现实生活中,广州的夜晚究竟有多少人在用远光灯呢 现在晚上的7点钟 我们选择了环市通路某一个路口天桥作为实验试点 以10分钟为实验时间 测试一下这个时间路段 有多少人会使用远光灯 哇,华丽丽的一条马鹿都被照到灯火通明 司机们是不是在比赛车灯的功率呢 看到私家车远光灯打得很开心 公车司机都忍不住来臭个热闹 这一部SUV更加厉害 跑在马路上随便都要亮一下这个车灯 真的不明白,周街都是灯 你开着这么大盏灯,究竟要看些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蹲点 10分钟之内,总共通过车辆超过1800步 从画面可以看到,无论是私家车 公共汽车都是肆无忌胆使用远光灯 证明现在的司机本身交通规则意识是非常淡薄的 小事体大社会跟随短短的10分钟的实验结果 我们可以看得出有很多人在行使用过程当中 用灯是不危险的 除了科技的发展,用灯的技术都区别跟随人 如今已经从船长的路数灯升级为气态型的煽气 这两种不同的东西用灯灯对路人的危害又有什么不同呢 各种宣传资料显示 散气灯泡的光照度是比普通路数灯泡的光照度高出三倍 而耗能是它的三分之二 所以散气灯泡就成为了很多高级车的标配 例如我身边的这部进口原装车 它的标配车灯就是散气灯 它的光照度是多少呢 待会天黑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测光 去测一下它的光照度是多少 好了,现在天已经黑了 那我们就用这个测光仪去测试一下光照度是多少 师傅麻烦开一下灯啊 哇,好残眼啊 首先,我们要测试传统的路数车灯 那它的光照值又是多少呢 好了,那我们测出来普通车灯的光照数值是223乘100的 测试仪器普通路数灯的光照度是22300雷克斯 不知道升级后的散气灯又会是怎样呢 那我们测试到这个散气灯的光照度的数值是773乘100的 散气灯是77300雷克斯 数值果然是超出了传统路数灯的三倍 三倍的数值是不是会增加相应的危险度呢 下面调查员马上展开实验调查 实验总共出动三台车 一号车是提供路数灯作为测试光源 二号车是提供散气灯作为测试光源 最后三号车就是作为实验中实际驾驶行走的车辆 实验的距离为100米 我们的志愿者司机将会驾驶三号车 调查员口令开始,司机就会向前开 直到视野中看到假人无得的时候立即踩刹车 第一回合,我们以一号车路数灯作为固定光源 测试普通路数灯对来车司机的干扰程度 从车内可结,我们只看到一片的光亮 看不到前方100米处的假人无得 更加看不到无得背后的车 我们的志愿者司机虽然已经有20年的驾驶 但现场也显得非常紧张 师傅,你准备好了吗? 行了 好,开始 60米的时速之下,前方究竟还有多少距离? 我们又会不会撞上假人无得呢? 感觉前面都要汇车了,为什么司机还不踩刹车呢? 终于,司机在视野中看到假人 马上刹车 我们现在的车,离无得到底有多远呢? 我们才做个记号 等第二辆实验做完之后,一起公布答案 第二回合,我们以二号车散气灯作为固定光源 测试散气远光灯对来车司机的干扰程度 散气灯一亮,整个的场地有一半都非常光亮 场面,寒气逼人 我们的实验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变化呢? 坐在车内可以感觉,光线明显比第一次更加光亮 更加令人深深迷茫 司机看上比第一次更加紧张了 散气灯已经准备好了 师傅,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OK OK,开始 司机视野中看到假人 踩下了刹车,调查员立即上前 挖下了飙色线作为标记 这条线就是散气车灯的位置 我们写个散字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量一下 普通车灯和散气灯分别离摩道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现在开始量一下普通车灯来摩道的距离 好了,我们看到普通车灯来摩道的距离是5米2的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散气灯来摩道的距离是3米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地做的这个实验 散气灯刹车的位置更加接近于摩道 实验结果,露素灯5米2,散气灯3米 相差2米2 同一部车,同一个司机 在面对不同远光灯刹车的距离是2米2 交通意外本身就是分秒豪气 就是身与死一线之隔 2米2的危险,可相言之,危害非常大 再加上如果是雨天露滑 又或者驾驶视野不清晰的情况之下 即使立刻踩低刹车,也都会有一定的距离 实验证明,散气灯,比露素灯更具强大的危险性 据志愿者司机说,实验中他看到远光灯的超大光云的时候 眼睛对来车的宽度以及他身后情况的判断力基本等于0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 很容易采取错误的操作 远光灯可以令人瞬间致盲,极其危险 然而这种的盲区又是怎样一回事 它是怎样形成的呢? 下面我们一起去问问专家 远光灯它强光照到眼睛以后 它这个光对这个黄斑产生刺激 产生刺激以后它就会产生短暂性的视觉障碍 并且它不会马上就消退 它会停留一段时间才慢慢慢慢恢复 一般几秒钟,十几秒钟 有时候慢慢它就会恢复 看你照的光 你眼睛接受这个光的刺激多长时间 还有那个强度多少有关系 在一般正常情况之下 眼睛有自恶保护功能 当有突然强光照射之后 红膜会自动收缩 来减少接受的光线 但是这种的反应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在整个反应时期 人的大脑是无法思考 也就是说 如果被强力的远光灯照射到眼睛 驾驶经验不够丰富 反应能力不是太强的这个驾驶者 很有可能就大脑一片空白 身体来不及做出反应 从而发生意外 当原光灯引快的交通意外发生的瞬间 当时人亲身体验到的光的冲击 以及人体机能又发出变化 究竟不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为了得到具体体验感受 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光对人眼睛冲击力的实验 这种盲驱会对人的眼睛造成 怎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跟着下来的时间 通过志愿者的描述 非常直观地告诉你 好了 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测光已经摆在这里了 稍后我就会将这个五米的距离分成五部分 分别是一米、两米、三米、四米、五米 稍后就会请我们的志愿者 来出来检测一下不同的光照值 对于他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根据资料显示 实际生活中 如果人的眼球承受的光通量超过一千的数值 就等于令到眼睛处于高度危险之中 所以在接下来的实验环节当中 经过专人的指导 请各位观众不要随意模仿 实验现场 我们用五米的长度 将LED光源分为五个等级 下面调查员将会用测试光通量的仪器 分别测试出不同位置产生的光线强度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就是五米的距离 来测试一下这个光照值是多少 调查员通过测试所得 距离登员五米数值是212 距离四米数值是309 距离三米的数值是473 每隔一米变化100左右 但是进入到两米之后 数值直接翻了两倍 来登两米的时候 照读值是868 来登一米的时候是2317 强度直接翻了三倍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请到了 我们的志愿者企道来 登五米的距离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实验了 我们的志愿者 究竟承受了多少的光通量呢 直接面对这些强光 又在脑海里面有些什么感受呢 一切等实验来说明 好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志愿者睁开眼 可不可以说一下你现在的感受 我现在能往那个灯那边看 但是我没有办法 你尝试一眼去看着它 那所以说现在还是能接受的吗 对 我能看着它 好的 那我们先闭上眼睛 往前走一步 好 再走前一点点 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走到了 离灯四米的距离 请您睁开眼睛 说一下您的感受 我现在看着灯 我能感觉到我的眼皮在抖动 我有点难受 其实我看着这个灯 距离灯四米的时候 志愿者感觉到明映的不适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人它是有一个 眼睛它有一个保护机制的 它光亮度强度越来越大 对眼睛的那个照射 对它的刺激越来越强 所以它就不敢 它就不想再去看它 就想离开这个光源 它就会出现那个怕光 流眼泪 甚至引起那个不舒服 那我们请你闭上眼睛 来再往前走一小步 走到了我们离灯三米的距离 请您睁开眼睛 我已经没有办法去看那个灯了 我现在看到旁边的东西都是黑色的 然后一些白色的东西在旁边飘 你的意思是你的眼前已经出现了幻影的现象 是吗 对 它主要是强光 刺激到这个黄邦 黄邦它这个那个感光细胞 感光细胞以后 因为强光被它刺激以后 它是会产生一个那个后向反应 就是说它会那个 这种影像它一下子就不容易马上消 所以它就会停留一段短暂的时间才消 所以一般就会有这种幻影像闪光 或者黑眼睛存在 那我们请您闭上眼睛 走到了我们离灯两米的距离 好 请您睁开眼睛 说一下现在是什么感受 我现在很努力的想睁开眼睛 但是我感觉人身体的那个机能 控制我不能把它睁开 所以现在已经是控制了对吧 好的 那我们请您闭上眼睛 走到了我们离灯一米的距离 好 请您再往前走一点点 现在是一米的距离 请您睁开眼睛 说一下现在是什么感受 我想要睁开眼睛 但是我的大脑 我的身体技能强迫我把眼睛闭上 我有点小吐 好 那我们实验就到这里结束了 就是它眼睛受强光的一个刺激以后 它可以通过这个四神经 闯到大脑 这个我们的视觉中枢 然后它 人 因为它受到这个干燥以后 它就可以引起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不安 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些感觉 然后它也可以通过米走神经 闯到胃 可以引起反胃 或者有点恶心 这些一些那个 这种 那个胃部的一些不适的感觉 原来光线不单止可以引起视觉造成的盲区 而且还会通过中枢神经 传达到身体各个部分 引起身体各种不适 实验到这里就只能够结束了 因为我们的志愿者已经无办法去承受这种强光 在过程当中 志愿者的感受 以及专家的专业解释 已经令到我们充分感受到 强光对于人的生理上 以及心理上的伤害是不能够幸免的 所以当身手司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 生活调查团提醒大家 如果身手驾驶者遇到远光灯的情况 可以通过以下的情况 避免意外的发生 一 眼睛尽快避开发光点 眼睛可以看前方道路右侧的边缘处 这样就可以避免被访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一些的道路情况 二 闪几下远光灯提示对方 因为对方未必知道自己正打开了远光灯 设计不要长开远光灯进行反攻 这样会造成对方的眼睛 也会成致盲状态 他同样也看不到你这边的情况 两边对向车都看不清对方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三 减速慢行 安全第一 特别是晚上驾驶轿车的时候 遇到高大的SUV或者大卡车开远光灯 不要贫经验或者要向心理 停一停再走 都是那句 安全第一 其实有很多司机会过度使用 甚至乎是滥用远光灯 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汽车的时代 但是有很多交通的参与者 还停留在我们的非机动车时代 很明显单靠刑罚是很难改变现状 还是需要我们的驾驶者 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 刚才说到光对人的肉眼会造成伤害 而光对眼睛的伤害其实不单只是这样 最近微信朋友圈就封传了一条信息 就说了一个十岁的小朋友 跟他同学在玩的时候 竟然无意中被对方用激光笔照盲了一只眼 究竟是什么激光笔这么厉害呢 为什么会在他同学手上呢 半个月前 武汉有位十岁的男孩 在课间拿激光笔和同学玩 比赛谁射得远 打闹间一束红光直射他右眼 之后他感觉自己的眼睛 就好像被一个黑点遮挡住了 直到第二天都没消失 后来送去医院检查一看 悲剧了 结果显示 左眼视力1.2 右眼视力仅为0.2 右眼底还有一个被烧着的圆巴 视力永久丧失 预养人民医院前两天接诊了一位患者 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 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时 总有块黑影 它就是激光引起了一个 肾望膜的一个左伤 关于激光笔对人眼的刺激 我们的专家都和我们分享了当年他亲身经历过的经文一幕 我们科就是说有一个老医生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三十多年前 他就是说他想给病人做激光治疗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激光它是手提示的 他没有把这个激光笔的方向对准病人的病面部位 而是误将这个方向对准了自己的眼睛 结果一打就马上自己刺膜就出血 视力就急剧下降 这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教训 专家所说的激光笔瞬间致盲 那激光笔对人眼黄斑区的伤害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它到底是怎样的科学原理呢 它主要就是用一个半导体激光器 这个比较小 体积小功率也小 那么发出来以后呢前面放一个镜头 它的特点呢主要就是汇聚性非常好 打到很远的地方呢还是一个点不散开 但是这个东西反过来也会带来一定的危险 就如果这一束光很矽弱 很集中的一束光射近眼睛的话 它因为能量很集中 那么眼睛是很脆弱的一个东西 视网膜就很容易会受到损害 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有危险性的 新闻中所说的小朋友的眼睛损害不可认 我们当然不能够用人眼来代替实验 但是我们准备了一些异然的物品 看看激光笔 是不是真的可以极快地发挥威力 当然激光笔分分钟会致盲 这么危险的实验 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 才可以开始实验 绿光投射在蠟燭之上 画面非常唯美 但是调查员注意到 被录光直射的部分 一直没有任何的变化 甚至没有任何温度的产生 好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蠟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蠟燭 是没有任何的现象发生 看来这支激光笔 是不可以令到这个蠟燭溶化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道具 那么薄的纸巾 究竟可不可以被点着呢 石垃的溶点是180 纸巾的溶点是130 溶不到蠟燭 可不可以点燃纸巾呢 好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看到这张纸巾 依然没有任何的现象发生 连一些烧洞的痕迹都没有 那二年的火柴呢 连连失败两次 调查员有些怀疑 这支激光笔 究竟有没有传说中这么厉害 那就要试一试火柴出动 这次点都成功了吧 如果火柴燃烧的话 就真的很危险了 所以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红酒杯 将火柴放进去 然后再打开激光笔 我们看到依然的火柴 都是我们对的光笔点着的 究竟这个传说中的商人力气 有没有众人所说的这么厉害呢 我们找到了电子技术专家进行咨询 它前面这里还有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拧动它的时候 这个焦距会变化 可能这个核式的焦距的话 它就会汇聚性比较好一些 经过专家的讲解 调查员决定再试一次 今次的实验道具 我们选择了气球 以及火柴作为实验的道具 之前的实验都没有成功 向专家翠京回来之后 可不可以成功呢 我现在还是会继续这个实验 因为我听到专业人士说 要将这支激光笔的头 拧到最尽 就可以击穿气球 以及可以点着火柴 为了安全起见 我就要戴上手套和墨镜 我现在是可以继续这个项目 我现在想要洗衣裙 我现在想要不停 我现在想要洗衣裙 我现在想要洗衣裙 原来这种方法真的可以击穿气球的 气球很薄,所以很容易点燃 那之前点了十几分钟都点不穿的火柴 又可不可以点着呢 哇,冒烟啊 哇 哇 哇 火柴点着了,气球也被击穿 那看来网上业卖的这支激光笔真的有一定的杀伤力 现在市面上出售的激光笔 都足以造成防防部就可以足以引起防防部的一个功能的改变 它可以造成肆意的损害 要是持续时间长的话 它可以造成永久性的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针对激光笔 其实在2014年3月 国家侧检总局已经发布了 激光笔,儿童激光枪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警示和消费提示 表示不宜为儿童购买激光笔作为玩具使用 如发现针对儿童销售此类产品的行为 可进行取证并举报 谈到节目的最后 和大家总结一下节目内容 软光笔的用意是用于照明 但在到了交通安全部式淡薄的人手上就会变成一种利器 推荐及人 请大家慎用软光笔 激光笔本身就不是一种日常的玩具 虽然国家现在并没有明明规定为严禁销售 但是是严禁对儿童推销 而且它对人的威胁是非常直观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用的话 用人之后要注意保管 避免意外的发生 同时也要教育你们的小朋友 令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严重性 不要去买也都不要去玩 否则就有可能终身失明的代价了 好了,今期的视频差不多 我们下期晚时间再见 拜拜